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大友 今天这个碗全部盖好了 昨天还有一点没盖完 然后今天我爸去街上拉了一点回来 少了一点 然后今天刚刚盖完 我在底下地碗我爸盖了 然后昨天有朋友在问我 就是说 他说大友在农村自己建一间这个 新那的房间啊 总共需要多少钱 我现在 我就给大家算一下 从这个 弄那个 地 然后到弄好瓦 现在就是里面那个架子还没弄好嘛 里面那个架子到时候 就是 材料回去买回来了 然后那个叔 我是叫叔叔好像 那个叔叔应该是明天过来装门 然后明天过来焊架子 就是 我带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架子是打算这样搞的 我本来的想法是 就是拿那个薄续缸 然后就跟做那个称衣架一样 就是那个 衣架子 就放地上 然后把纳都挂上去 但是昨天请那个叔叔过来看了一下之后 他说那样比较费材料 嗯 他最终给我想的办法是 因为一根方钢它只有 嗯 六米长嘛 我这房子是三米一的 所以这边就塞在墙壁里面 这边到时候就拿铁子 钓在这个凉上面 然后那个横的 底下一层就搭在这个上面 上面一层就搭在这个上面 总共这里是两米二高吧 两米二 然后 这里 拉到算六十公分 然后离地面七十公分 刚好 刚好一米 四多 就差不多刚好是这种高度 然后底下到时候都在这里用红砖 砌两个那个烧火的那个坑嘛 就不在地底下挖坑了 然后上面是留了 那都是六十公分 然后 刚好 差不多是这个程度 到时候看这里要不要弄一点 现在没香了 我应该会在上面 在这里再拿了个大板 拿了个大板 在封一层 应该可能会封一层 就是保温一点 保温一点好一点 然后 我现在就手机准备好了 我给大家算个账 我这个地 是我自己家没有这个地 没有田这个田 所以就 不存在要买地之类的 然后 这个红砖是三千砖 三千砖是 我这个价格是四毛五 三毛五一个嘛 然后运费一毛嘛 就算四毛五 三千 四毛五 就是一百 我就是一千三百五 然后 人工 我爸是用了三个工 那个叔叔是三个办公 他不是三个办公 就是三个半天 就是一个办公 按照我这边算就是210天嘛 我爸就是六百三 他就是三百一十五 就是九百四十五 210 945 加上那个一千三百五的红砖 就两千二百九十五 然后 然后那个软皮是三百 就是那个房价上面搭那个瓦的那个软皮 然后这个瓦是一千片 一千片 如果按照正常的市场价买的话 是九毛芯片 就是九百 就是九百 因为小百干妈家有很多旧的嘛 所以我这个其实只花了 两百 然后那个木头 也是我自己家里的 如果要去买的话 大概我给他算两百块钱吧 就是三千六百九十五 然后我想一下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没有 水泥是啥子 水泥39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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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门是400,那个工钱就算50 看那个方钢 总共是5,800块钱 5,785,相当于5,800 还九个六百多 零笔七八块钱 零笔三百 那个我都算进去了 这个是如果建一建我这么大的房间 就是需要5,800块钱 将近6,000块钱 我这个是三米一宽 两米八长 不是,两米八宽 三米一长 就是5,800块钱,将近6,000块钱 如果说 大家自己家里面有材料的 有木头的 有瓦的 不然就可以 如果自己会弃的 然后自己做小工的话 就可以最起码能省2,000多块钱 大概就需要3,000多块钱 这个门是80x1米9的 反正是正常的这种门的宽度 是朝外面拉的 就不影响你们的空间 这个地板应该还有一天就干了 这两天太阳还蛮好的 我刚刚把那些就是 红砖是我自己家里面建房子 剩下的嘛 然后木头也是拆房子有的 除去我们自己的人工 这些红砖 木头 我这间门的房子 其实就花了一千 八百多块钱差不多 就水泥 石灰 那个软皮 瓦 瓦 买了一点 然后 沙子 石子那些基本上用不了多少钱 大概也就是两三百块钱 反正大家如果这些材料没有的话 就需要6,000块钱这样子 如果自己家里面拆老房子 有一些这个材料 可以就地取材的话 就 2,000多块钱 自己会建的话 就1,000多块钱 现在大家知道 农村建一建这样的 那去那的房间 需要多少钱 可能明天就焊架子 昨天晚上那个 肉也腌好了 比这种天气大概是 四天吧 三到四天 然后腌三天 晒一天 就开始去浪 这三天要做好准备了 要去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 好的朋友们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价格我都给大家说清楚了 大家如果有想见的 也可以参照这个去试一下 因为每个地方的那个风格不同 有些朋友是直接用那个铁皮的 这个 大家根据自己需要的材料去测试 而且有些东西 那个每地方不同 那个价格也不一样 我只是说 我这个只是一个参考 其他的也不能代表什么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要去接 不是 我现在这个想着一到下午 就想去接两个小家 我没到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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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